вопрос 這 我們兩車包場了 今天都沒有人會來了 然後 像 到營區有一個好處就是 可以把冷氣都打開了 像我們這台冷氣打開了 像這樣 電風扇再把它吹出來 外面就很涼爽了 然後這台也是 你看它裡面多看就好了 它把它全部吹出來了 你確定你晚上這樣可以防水 萬一下雨再蓋一個 這個以後會噴土料 所以就是先試一下噴土料就不會了 就可以防水就對了 這就是DIY好玩的地方 不然你可以買現成的 為什麼不買現成 為什麼你要把它搞得這麼累呢 因為沒有錢買 因為沒有錢買車 你看裡面空間多看就好了 你看喔 裡面有冷耶 你看 這樣子剛剛好你看 有溫度計 舒適勒 喔你開19度啦你 真的裡面有冷就對了 不然你說晚上睡到會冷 你說你溫度計喔 你要用什麼測 你那個溝錶這麼好用喔 還有溫度計 還有溫度計 但是這個 這邊裡面感覺大概是 26啊 現在26啊 但是它 你現在打開都沒有那裡 對啊 好 等一下再來看 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冷氣到最後 裡面可以到達 溫度剩幾度 應該是最低幾度 欸 18度 19度 20 20 因為我們打開之後 它會慢慢上升 20度可以了啦 你看它開幾度 16度 你現在是來到的營區你就 就怎樣 就不用錢的 不用錢的 不用錢的 不是不用錢的電 電隨便離開 其實齁 我們今天講一個齁 蚊帳冷氣也好 駐車冷氣也好 就算今天你沒有野營的話 你不要考慮到電子的問題 你就到露營區去就好了 也是可以吹得很爽齁對不對 像我們這樣子啊 吹得你爽位置啦 老闆娘要睡覺了 欸 真的要睡了 好啦 我都睡了 你要叫我 你們就把 該充電的充一充吧 嗯 建議各位 睡覺前 把你們 明天會用到的電器用品 充一充一充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不確定會去有電的地方 會 因為 不確定會去有電的地方 講得真好 而且 你還有啤酒在上面 你很誇張 嗯 你知道放哪裡啊 講 真的你很誇張 對給我 那 你看 這是我們 剛剛睡覺前充的 那 他一閃一閃一閃 表示他都還是在充電 那 我們是接 對 剛剛有一個充好了 我插上去他就開始 我們是在營區啊 所以我們是利用這個 齁 這個 插電 那這個 空的 沒有用到 這一個 這個 插座還不錯啦 因為我們接了營區的電 所以我們的一百一就可以用 其實這是用營區的電齁 露營車的好處就是 當你接上了 四電 所謂的四電就是一百一的電之後 我們車上所有的插座 我們可以使用 在不經過逆變器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可以使用 四電 那 基本上這一顆小顆的 應該是已經充飽了 因為我剛剛從插上去 他會一閃一閃 那我們再把另外一顆拿出來 這個 這個是最長的 我們來充電 這樣我們隔天就可以使用了 其實台灣的露營區是很方便的啦 為什麼台灣露營區很方便 老闆娘 台灣為什麼露營區很方便 如果你今天 你不想 可以一天到露營區 一天不要到露營區 我們進露營車是為了幹嘛 補電 對 洗澡補電的方便啦 那我們可以享受一天野營洗澡 一天露營區 一天野營洗澡 一天露營區 這樣來完成環島其實也不錯啦 那如果你想要挑戰 全部都野營也是可以啦 不過變成說你車上的 配備要怎麼樣 非常的充足 因為光電就是一個非常 非常難的一個問題 因為每天要充電 當你遇到像我們今天陰天的時候怎麼辦 沒有太陽 你只能用車充 對 那車充很多人會覺得有問題啦 但是 有些人又覺得還好啦 所以就是看各取所需吧 當車充不行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什麼 接發電機也是一個方法 好 我們要睡覺了 昨天睡到自然醒 昨天沒有睡到自然醒 就昨晚啊 自然醒現在幾點了 現在幾點了 然後老闆娘起來要來 弄個 蔥油餅 覺得你那個店有比較小嗎 然後現在外面下的雨 那 那 你看這就是我們講的 最便宜的天幕搭法 前面有一台 休旅車 然後跟我們這一台 總共四個C盤就可以解決 像這樣 黏住了就可以這樣搭著 四個人最佳的 最便宜的車邊這樣 對不對 一個布木這樣多少錢 也沒多少錢 現在都換那台的感覺 那買布啊 那台七台 這布也沒多少錢啊 這樣 就簡易的防水遮陽都ok 今天很好搭 只要前線很搭 嗯 這杯 這是蔥油餅 那我 我們就用 這顆電池來 來煮啊 我家雞蛋啊 為什麼不加 我家雞蛋啊 我家蠻 我家蠻 你為什麼沒有蓋蓋子啊 你很危險 我家蠻 我家蠻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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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種小小的快竹湖 是很方便的 因為 煮個熱水 這個 煮個熱水大概幾分鐘 五分鐘 四到五分鐘就好 但是 還是 還蠻耗電的啊 先跟各位講一下 好香喔 又濃又香啊 是真的嗎 我們才有吃有關 也會吃什麼 是真的嗎 我們才剛辰的啊 快到了 還要吃一口 快到不用吃 回去說 我先用一把 拔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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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釣一個 5V的 低風山 這是老闆娘最近買的 這有四端 基本上 怕吵的人 可以選擇這種低風山 但是 它的風力最大就是這樣 這樣 一起來吃 你們吃了沒 就我們的 今天的早餐 就我們的 今天的早餐啊 拍到主題二份了 開始了 結果 你的那個有賣就是 他是買兩 好像買兩組吧 有比較便宜 買大眾小 然後他好像又折五十塊 還是一百塊 就買了 對阿 以前都去Costco 對阿 你看那個誰 大叔都 想起戶會喝 起戶會是什麼 這種可以用右邊線 左邊泡酒 今天 早上起來 就泡泡咖啡 喝喝茶 啃啃瓜子 在戶外就是 一人一隻電風山 對阿 你看他那個也是一人一隻 每一個人都一人一隻 那樣子吹起來還蠻一樣的 有人跟他一下過癮 不吹熱熱的 來 你看 還是一樣齁 有些人沒有看過這個 教各位齁 這個就是我們的 C盤搭法 這樣一個 因為他這樣連接他的 然後上面勾一勾 可以勾就勾 不可以勾就用C盤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C盤 搭著就很方便了 就不用 不用掛一個 車邊帳 那如果說你這邊這邊掛一個 車邊帳也是很方便 但是依現在的 車伯的那個叫什麼 問一下老闆娘好了 為什麼不裝車邊帳 我們發現現在很多人 他 是每個國家的地下車都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還有人為什麼不裝車邊帳 因為他覺得太高掉了 太高掉了 因為他只要有車邊帳 一到停車場就被 他就覺得說他要來車撥 他要來車撥 他要來車撥 就會被趕 對 所以有時候齁 不用車邊帳 你當你沒有車邊帳 最好的方式就像這樣子 一塊天幕帶著 四個C盤帶著 那他六個啦 四個有什麼 六個喔 六到八個 基本配分是六個 阿爸你可以配機台跟磁鐵 跟磁鐵喔 跟磁鐵喔 再加上兩根磁鐵 阿爸你要記得約朋友 像這樣子約朋友 像這樣子約朋友 你看 一定要一台啊 不然的話怎麼辦 阿爸就要再營住喔 其實我們平常很少搭 是因為 我們在營區 所以如果是有高分 我覺得兩台是最剛剛好 或者找那個 完全偏僻的海邊 都沒有人的停車場 也可以是這樣搭 像我們之前去翡翠灣阿 去廢棄漁港阿 對不對 都嘛是這樣搭 好 對 嗯 好 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